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升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医疗剂 今天我就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医疗剂 医疗剂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属于很小的医疗剂 但是也很适用 如果你是需要是很适用的 这个医疗剂我叫做芦苇 大家相信都知道芦苇草 芦苇这个疗剂 在英文我们叫做Arundo 拉迪文叫做Arundo Maritanica A-R-U-N-D-O Maritanica M-A-U-R-I-T-A-N-I-C-A 英文叫做R-E-E-D 芦苇 相信大家都有很大机会 是用得到这个疗剂 这个疗剂应用的范围 其实是比较小的 但是如果是需要的时候 都是可以说非举不可的了 通常是用在这个芦苇 这个疗剂通常是用在些什么呢 是用一些鼻敏感 花粉盐 即是一种鼻炎的状态 那芦苇这个疗剂 有一个很主要的关键症状 就是什么呢 就是鼻孔痕 鼻歌痕都很厉害的 痕到你直接就要去不断地挖它 这种痕疗剂的痕疗 可能是会被拖到整个鼻孔 直接是溃烂 被穿了 流血 如果有这样的症状 就是鼻歌痕到你 是忍不住 是不断地要拖它 来刮它 刮到损散 这个就是芦苇这个症状来的 好了 当然 一般的鼻敏感 都会有其他的症状 例如失去臭觉 闻东西闻倒 也有个情况 就是口肯的上额都很痕 那芦苇不是一个疗剂有这个症状 有其他的都有 将来我会和大家慢慢介绍 除了鼻歌痕都很严重 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口肯的上额都很痕 通常你会发现 他们会告诉你 他经常要用舌头刮它 来拗上额这种痕痕的程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芦苇 对鼻敏感 花粉热 主要的症状 是鼻歌痕都很疯 你就要拗 擦擦擦擦 擦到它穿烂 流血 你都忍不住手 好了 不用担心了 自己用这个 露鬼这个疗剂 就可以帮你解决到这种 鼻痕的病症了 好 今天的疗剂非常短 但是不要紧 最重要是大家 学得到 用得到 同类疗法的灵丹妙药 好 拜拜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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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